各位同学,你们好,这里是芒果DB最佳实践的第13讲 对于内嵌数组的复合查询 那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啊 我把我们前面用过的数据又进行了一下扩展 这不是以前不是给增加了一个课程的这个数据吗 那为了提高我们查询的挑战性啊 我在这个课程这个COSET下面 我又加了个Quiz 因为这个课程本身就是个数据 里面多门课 那每门课下面呢 我再放个数据 以记录每个同学的平时成绩 比如说这个张三同学 他的Quiz四次 九分八分九分十分 那下面这个李四同学 他也是Quiz的四次 五分四分三分七分 就是这样 就等于说我数据下面又来了个数据 这种情况我们来查询 那这种东西怎么来玩呢 给大家 还是用我们的文字客户端 这个数据事件我已经插进去了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范子的命令 我们要对课程来进行查询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新介绍一个小命令 正面用来我们做这个复合查询 叫element match 它后面你就可以接各种东西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来个最简单的 怎么前面学过的 我们先 name等于芒果db的 记得要看到了 他这个东西 一目标啊 就是等于 我们 只要这个课程下面 有一个课 有一个课的名字 他match芒果db 他就给你弄出来 这同学不说你上次 交给我们有点简单的写法 已经能做到这一点了 的确 那我们复杂点 再加个条件 我们再要求他成绩 那我可以用这个greater 对不对 greater equals 88分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只要 在你这个 这个数字里 cosys的这个数字里 有一个element 他同时match两个条件 一个是我们的名字 等于芒果db 另外他的 成绩 大于88分 我们再给看一下 这个小马 芒果db 成绩 96分 涨三 芒果db 成绩 88分 这就是一个复合插序 我们任何一个element 我要满足他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也是同一个element 满足他这两个条件 我才给你 把这条记录给显示出来 那这也没完 那就说我们把这个quiz 我们来试试我们这个quiz看行不行 因为这个quiz又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现在我有一个提出个新的条件 就是我们这个quiz呢 它得 它得有一次成绩 比三大 比四小 比五小 三大比五小 那怎么办呢 我这还得element match 其实不element match也可以的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element match 然后 我等于element match里边 再接一个element match 就是说 对于这个 课程的每一个元素 它的name 要是芒果db 那对于这个元素的quiz呢 它的element 要符合什么 它这里边有一个quiz四次成绩 要有至少有一个元素 比三大 比五小 大家看一下 写错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 这个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 查询弄得很大的话 很难写 很容易出错 怎么又做个括号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边 我看在这儿少了一个括号 应该是 大家看 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开发设计中 又不可避免 因为就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课程这个设计 一开始可能需求比较简单 就一层 它慢慢随着咱们 麦子学院的这个老师啊 或者学校 它可能要往里加多的信息 那我们会往这个object越长越大 层次会越来越多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就还要请成这种element 外边还有element 这种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两个条件把它来match 大家也看到了 好 芒果db 芒果db 对不对 然后它的quiz的成绩 它们都有一个4 4可以match我们的这个 差远条件 比三大 比五小 对吧 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这种 比较复杂的 我们数组里边的对象 对象里边在放数组的情况 我们有一个查询 用这个elementmatch 它你通过这种东西 你把它不断的匹配 你可以把这个你的差远条件 给弄得很复杂 能解决一些你复杂的需求 但我们还有一个小命令 跟这个elementmatch相关的 elementmatch是说 你至少有一个元素匹配 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个 O O怎么用呢 其实也很像 我们O就是你可以提供一个数组 就它quiz的成绩 都有三分 有四分 这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 COS上面这个 名字 得是芒果db 然后它的成绩 至少得过一个三分 得过一个四分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四分 一个三分 一个四分 一个三分 可以再给大家试一下 得过满分的同学 可以看到 张三D被列出来了 对吧 那如果说又得过满分 又得过三分的 很遗憾 没有 就是说 咱们这个O啊 就是你你后面接的这个里面 不提供两个元素吗 这两个元素都得存在 得要同时match 才可以 但大家使用这个O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 性能问题 尤其当你速度特别大的时候 因为它 它就等于说 要不点速度 这个元素 每个都找到 来验证一下 是不是啊 这个东西都 多匹配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知识就到这里 那我要解答一下 我们 上一次留了个思考题嘛 就是当我们 就是 来使用这个index number 比如说是 cosis.0 点Name 是芒果db的 这种情况 我们发现 它不用那个 我们如果我们只 只给这个cosis.name 来做索引 它就发现 它不走这个索引 那怎么办呢 你得给这个cosis 整个cosis 就是 做一个索引 就是 db.students sureIndex 然后呢 你这个里边呢 你得把整个这个 做个索引 因为这个之后 它的index number 就在里边了 你才能把 就是第一个 或者是第二个 这样的这种元素 来做查询 好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回来讲这种 针对我们这种 复杂情况 啊 有很大的这种数组 有很大object 有那千对象 这些情况 我怎么来进行更新 好 谢谢大家